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微博KQ肖战杨子得手,南方主动降翻12次合作。 热巴这回错付了。 微博之夜也在前两天结束了,肖战和杨子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微博King和Queen。 虽然这个奖不算特别有含金量,但是也算是对他们的一份认可, 虽然晚会因为疫情的原因没能开展,但肖战和杨子获得King和Queen, 也是很好第一次宣传机会。 杨子和肖战的新剧余生也马上要播出了, 这对于杨子肖战来说是双喜临门啊。 肖战杨子再度联手,南方主动降翻腰合作。 肖战和杨子合作的余生还没有定档,但是宣传力度可是很大的, 杨子和肖战已经同台两次宣传了,这次又共同获得了微博之夜第一名, 更是宣传的好时机,虽然肖战是顶流, 但是余生这部剧从官宣到现在都十分和谐, 没有传出和杨子粉丝丝翻的问题。 这还是让大众比较欣慰的。 在微博之夜宣布King和Queen之后, 又有消息称肖战这边邀请杨子二次合作, 而且肖战这次主动降翻, 二番不思的操作真的是很有风度了。 而且消息说是肖战这边主动邀请, 让不少余生的CP粉感觉又客到了。 肖战的名气大家也是知道的, 但是他真的很谦虚, 一番二番都不在乎, 只在乎自己能不能够演好这个角色而已。 余生未播, 现在又有邀请二次合作的消息, 看来肖战和杨子真的挺合得来的。 据悉,肖战邀请合作的剧就是被大家热议的将门读后, 肖战已经成为了谢景行的头号候选人, 呼声真的很高, 但是女主沈妙的候选人一直都是迪丽热巴, 现在出现了邀请杨子合作的消息, 大家都挺一头雾水的, 而且如果肖战真的参演将门读后的话, 为什么制作方还要去关肖战呢? 虽然挺和Queen的合作让人挺感兴趣的, 但是杨子这边还没有回应, 因为杨子现在还在剧组拍女心理师, 应该暂时也不接新剧了吧, 这个肖战主动邀约的消息也没有经过实锤, 也难免出现六粉的局面。 肖战现在身上已经挂了很多大饼了, 一直都说男主是他的朱颜, 也迟迟没有官宣, 所以不少网友都觉得肖战和杨子二次合作的机会不大。 肖战热巴的CP粉这回要毙了。 听说肖战邀请杨子演的是将门读后, 不少肖战和迪利热巴的CP粉都感觉要世界末日了, 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面, 肖战和迪利热巴是最符合将门读后的人选, 现在确报出肖战没有邀请热巴, 而邀请了杨子, 这个消息无疑是让所有CP粉失望。 还有不少CP粉说迪利热巴这回要挫付了, 但这样说也是CP粉们胡乱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热巴, 其实说不定迪利热巴都不知道自己和肖战阻了CP呢。 不少CP粉表示最后不是肖战和热巴搭戏的话, 这个剧就不追了, 其实也不怪CP粉这么失望。 此前肖战和迪利热巴也分别拿到了年度最佳男女演员, 肖战和热巴的CP也一度被热议和营销, 当时还以为肖战和热巴真的会有合作, 但现在看到肖战主动邀请杨子合作的消息, 伤心失望是在所难免的。 有很多CP粉表示肖战和热巴的CP 已经在他们心中逼了。 的确这样做真的挺不好的, 之前的通稿把迪利热巴和肖战总是拉在一起, 给人一种他们要合作的错觉, 现在又6CP粉。 但是肖战和杨子的再度合作也不能这么快下定论, 说不定也是6粉行为呢? 所以即使不少人表示期待, 但也不会对他们的再度合作期待过高, 还是等真正的官宣吧。 肖战和热巴的CP其实也只是网友们自己组的, 最好还是圈地自盟, 不要对正主产生实质上的影响吧。 大家觉得肖战和杨子会再度合作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